近年來台灣冰球運動在國際舞台上表現亮眼 政府也連續兩年舉辦台北城市杯少年冰球錦標賽 積極的在冰球運動上向下扎根 更讓多數家庭投入冰球運動的行列 小朋友平時的練習就是為了在比賽上 在像我剛剛講的有這種壓力的抗壓性下面 能夠呈現出他們平時練習的成果 剛好國家這邊有舉辦了這麼棒的比賽 然後讓小朋友可以跟不同國家的隊伍 然後有這樣的對抗 那小朋友也很開心 因為平時根本沒有這個機會 下會期間各隊除了齊心競爭名次外 團體性冰球運動更將家庭與球員間的關係拉近 著實地展現出每支球隊背後 強大的親情與後勤支援 改變就是我們整個家庭有了一個假日的生活中心 就是這項冰球運動是全家的一個共同運動 因為這個運動它是需要練體能 然後還有技巧 所以小朋友的抗壓性 還有跟同台之間的相處也都變得很好這樣子 台北城市被少年冰球檢標賽交給這些小球員們的 不僅只是冰場上來去自如的恐求得分 更是一生受用的運動家精神 記者宋怡婷 王玉菲 台北報導 就是這條小球員的運動家 所以我會把它出動 從後勢子里的運動家 然後再加上一層 還有一種動家